这就是 你怀疏都不好 对 根本就不是保护的不好 还没人管他你知道吗 这个泡脚啊 天天得擦东西 擦糊糊的 一斤刀啊 一斤刀 嗯 还用一斤刀啊 嗯 我家有 你家多钱一家 我家 四十八还贵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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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叫悬要出血啊 这个叫悬要出血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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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都不是腾一天两天啊 嗯 对吧 对吧 对 对就完事了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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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好了 好嘞 嗯 好嘞 嗯 一点血没出啊 就是你自己砸里面时间长了你疼 甲勾炎折上之后是很疼的 所以好的人为什么修甲勾炎疼 因为你 因为你 甲勾炎 你都是已经发炎的指甲 而且里面的皮特别的嫩 然后夹疮 所以说你 本身发炎的刀进去之后 你就感觉 你会疼 但是 你会疼 但是 这指甲也 这边也往里面长 但是没有那边扎的那么深 老婆的 嗯 哎 你说是不是 年纪脚指甲 抠的太厉害了 是 跟修剪方式有关系 其实像咱这么修 越修越严重 但是不修你疼了 你没办法 你就得去修 但是修完了之后 这个口反而越来越深了 对 我要脚这种 刚修完里面的肉体 发的时间太长了 这里不发炎了吗 对 谢谢 很害羞